如果是你参加荒野求生挑战 你可以在野外坚持多久 一小时 两天 还是三个月 上一集的壮汉一天都待不下去 仅仅只是因为害怕球 然而恐惧并不是唯一支配你的因素 这里还有恶劣的气候 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 可能你一周都吃不上饭 也可能变成猛瘦的午餐 50万美元确实是一大笔钱 但是你真的很难坚持到最后 比赛才刚刚开始 与其去猜谁能获胜 不如猜猜谁先被淘汰 这个穿着大裤衩的男人是甲斯汀 他在部队待了15年 参加过战争 最近才刚刚复原 很多人离开部队后 心态并不那么好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带大家一起徒步旅行 他相信接触大自然 可以治愈内心的空虚 部队的生活更多是一种合作 而这一次他要一个人前行 这将会是一场全新的挑战 现在他要走进树林去寻找食物 湖边出现了一只小鸭子 他居然选择了放过它 看来肚子还是不够饿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玛丽从恍忽中醒来 他说他听见了孩子在喊妈妈 环顾四周 没有女儿也没有早餐 门口只有一只鸟 和兮兮丽丽丽的雨 这一切把他拉回了现实 他要搭一个防火瓶 用来防雨生活 说干就干提着斧头出门了 瞬间开启光头墙模式 他身上有着吉普赛人的血液 这是他的勇气来源 砍好窝口搭好框架 然后盖上防水布 细心的他还捡来石头 在四周围起一个圈用来防火 这是做到了厨房与卧室的分离 但我想的是冬天你怎么取暖 这个正在生气的家伙叫大卫 其实并没有只是长得比较凶 他是一个离异男人 带着三个孩子 他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 用青苔擦屁股 然而这个想法只是他一厢情愿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经历了离婚 搬家等等很多生活的变故 孩子们都很支持他参加这次比赛 这就是他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 他认为自己可以一直在这里住到饿死 意思就是说现在就差点失误了 他来到河边打算尝试钓鱼 将一根绳子拴在树上 在末端间隔一段距离 拴上几根滚吊线 在上面分别拴上一钩 一个自动钓鱼陷阱就设置好了 他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 现在只需回去躺平坐等不过 这个男人正在设置陷阱 简单一点的适合抓老鼠和兔子 另外还有一种死亡陷阱 可以抓住河熊一样大的猎物 他讲解了半天 我也没有看不办 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掩饰 只能用300磅重的树桩代替 布置完毕后泡了一杯铁山茶 这种茶富含维生素C 可以缓解喉咙痛 咳嗽等炎症 正好可以给他降降红 这个长发美男叫兰迪 这是他没留胡子的照片 是不是看一眼就沦陷了 别花痴 人家儿子都有了 他在一所野外生存学校工作 现在是他检验成果的好机会 这位女选手是尼克尔 他的心情看起来挺不错 说要带大家四处走走看看 温哥华岛一日游开始 先沿着海滩转转 这里让他很有家的感觉 他住在俄勒冈州 上一次离开两个孩子 最长的时间是齐州 他觉得那真的非常难熬 但儿子表示 妈妈不再真是太舒服 他是一名原始技能导师 擅长植物学懂得制作丁忌 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15年前一度无法行走 多年服药无效 却靠万灵草治好了自己 因此他很感谢大自然 他参加这次节目还有一个原因 还没有开口就哭了起来 两年前他的养子溺壁于大西洋 就是他现在挑战的这个地方 他也说不清这次参赛的目的 也许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吧 他的庇护所还没有完成 后面还需要很多支撑 还要用碎屑把屋顶盖上 这样才能确保里面温暖 正在干活他听见了鸟叫 他是真正的鸟语12级 光听鸟叫就能分辨哪里有蛇 猎豹狮子等动物 鸟儿就是他的检测雷达 这强大的天赋技能 是不是可以直接预定冠军 另一边的玛丽还在完善他的庇护所 用一根木棍横在人字框架上 再挂上一些绝类植物 一个简易的门就做好了 然后他又搭了一个三脚架 让门离开地面和泥 完事后满意地扭起了屁股 住进去试试不算太寒酸 还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 早上起床先跟女儿们的照片说早安 然后开始生火烧水 新建的防火瓶果然不错 火很快就升起来了 他需要再添一点柴火 顺手操起斧头开始劈柴 可能是太想加了不够专心 劈到第三根的时候 一斧头下去劈在了自己手上 大拇指马上就抬不起来了 疼了直发抖 直接开启了复读机模式 野外受伤很容易感染 他会不会因此退赛呢 十人荒野求生挑战 第六位出场者是大胡子麦克 他是飞行员野外生存校园 先带大家看看他的早餐 他收罗了各种海草摆在树桩上 这个像葱一样的非常甜 还有这个海草的根筋也是可以吃的 这个带尾巴的聚早 咬一口嘎嘣脆就是咸了点 现在退潮了 他要去挂起他的刺网 这条小溪会流入海湾 他将刺网挂在小溪的右前方 每天高低潮过度 将为他带来不过 但现在似乎更适合来一场网球赛 说着继续寻找食物 地上除了海藻之外 还有黑黑长长的巴巴 数了数居然还是溜溜大顺 这些冒着热气的熊巴巴 让他很兴奋 他说他终于有失误了 这让被熊吓跑的戴斯蒙 情何以堪呢 贾斯汀比麦克还豪慢 穿着个裤头就在树林里穿梭着 他并没有找到食物 也看不到熊和兔子的踪迹 在河岸边他发现了一只鸭子 但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害死了 身上没有咬痕也没有血 他怀疑鸭子是中毒而死 那么这个肉就不能吃了 贾斯汀斯来想去 到嘴边的肉不能吃真的很气人 他气呼呼地鼓起腮帮子像个河腿 最后痛下决心把鸭子丢进了海里 蓝迪发现他的陷阱被触发 但并没有抓住猎物 自上岛之后他一直在吃蘑菇 还没有开过婚 盘算着如果陆地上抓不到猎物 还是要做好撒网捕鱼的准备 就当他打算生火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到打火石了 这让我想起了第七季 丢失打火石退散的小恩 但我对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看他找东西的方式就比较高端 不是到处搬着 而是回查录像 果然发现了打火石的下落 他滚落到了火坑里 很遗憾已经烧完了 他现在只能寻找材料钻木取火了 但这里太潮湿了 给生火增加了难度 忙活半天材料都准备好了 用刀在木板上切出一个凹口后 开始了不停的摩擦 上一季有人丢了打火石 他还嘲笑人家半滴几错误来着 现在这脸打滴啪啪响 摩擦了半天只见烟不见火 他认为是那块蜂窝盐不给力 需要去找一块合适的石头 我真有点担心这家伙 会不会取火失败而直接退散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下期见